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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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我们这堂课的最后一个单元 讲到穆罕默德深厚 穆罕默德深厚 穆罕默德什么样呢 叫真穆斯林 穆斯林就是回教徒 他说你们当中无论谁对我之爱 这个也讲过 不能胜过对生生父母 自己的女儿一起爱 他就不是真穆民 穆民就是穆斯林 所以你是真穆斯林 你就必须爱圣人 那你爱圣人的前提 当然就是你要对穆罕默德有所了解 圣人并为 后来的伊斯兰教的继承 是一个叫哈利法 这种制度 这种制度开始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传给谁的问题 这是所有的圣哲会有的问题 有人就不在乎 像苏格拉底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有人就会很在乎 谁是他的传人 那传人有时候有人会抢的 那通常考虑第一个是血缘 第二个是学士 谁学士足够 那当然在孔子的后代 那个学生里面 有人是因为长得像 那没几天就被干下来 所以这个是很少数人 所以圣人命中再生不能前去礼拜 就命阿布伯克尔 伯伯克尔是为伊玛木 伊玛木就是伊斯兰教领袖 待众人礼拜 生前就选定了阿布伯克尔为自己的哈利法 可是那个他的表弟也是他女婿叫阿里 阿里是另外一派 所以后来就不同的派别人支持不同的人 有人支持血缘的 有人支持这个贤能的 所以支持不同的 所以这他是第一任阿里法 就是阿布伯克尔 那一部分的阿拉伯人不愿意出三天课 大贤欧迈尔就问他 你同这些人怎么拼杀 圣人就说我被命令与他们拼杀 直到他们诵念清真真言 清真言就是除安拉之外 别无他主为止 谁送年的清真言 我便保障其财产和性命 其他士真主同他们结算大贤 阿布伯克尔回答 我要坚决同礼拜跟天课分开的人作战 就是只要你不信任我就要作战 你要天课跟礼拜合在一起 因为那天课系有财产的义务 有钱人得帮助我没有钱的人 只真主发誓 假如他们不给我天课 原先给使者交纳的天课 即为最起码的山羊高 我必定与他们作战 大贤欧迈尔道 只真主发誓 真主已将他们作战 牵在阿布伯克尔的心上 我认为他是对 在这里面是哈里发的开端 哈里发什么意思呢 有这样的拼法 有这样的 或者叫哈利发 哈利发 哈利发 海利凡 海利牌 听起来像是日本料理店 什么牌 继承人代理人 继位者的意思 继位者考量才能 或是血统 刚刚讲过了 所以穆罕默德死后 有四大正统哈利发 一个叫阿布伯克尔 就刚刚那个人 他是古来士族的 然后是穆罕默德的 智友 跟他的岳父 没有血缘关系 但因亲关系 欧迈尔也是古来士族 这个家族 阿迪尔家族 就是塔因因家族 然后穆罕默德的岳父 后被刺杀生了 那接下来是奥斯曼 古来士部族的 这个乌迈尔家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家族 在争取这个领导权 穆罕默德的女婿 跟他的两个女儿结婚 然后另外是阿里 是穆罕默德堂帝的女婿 所以这里还是 这个女婿是因亲关系 但堂帝就有血人关系 然后这个女婿 也是因亲关系 然后这是岳父岳父 所以有几代不同的人 在争取这个 伊斯兰教的领导权 那顺尼派 有逊尼派 有什叶派 有总共几大派别 跟什叶派比较有名 继承人应该来自古来士部落 强调这种血缘关系 体制健全公正而非凡的男性成员 除了不能以阿拉民意宣布 启示之外 因为你不是使者 但拥有政教大权 西元621年 他建立了沃玛亚王朝 任国家君主 就改推为世袭 然后沃玛亚王朝 法蒂玛王朝 阿巴斯王朝 奥斯曼帝国 封建君主 沿袭这个封套 一直到1924年 才被土耳其共和国下令废除 哈里发制度 那伊斯兰的命名 伊斯兰原来的意思 就顺从的意思 所以台湾的那个伊斯兰教民 就真的是比较顺从 然后他的基本信仰 有讲过 就是信真主 信天使 信经典 信使者 后世跟复生 还有前典 所以有六项 那信真主呢 就说除了他以外 没有别人应该崇拜 他是君主 他是智杰 他是健全 他是保佑 是见证 是万能 是尊严 是尊大的 他是真主 创造者 是造化者 是负行者 这是真主 你必须相信这个 另外你要信天使 那几大天使 里面有人看日本漫画 会有名字也一样 但做的事情不太一样 天使或天神或天仙 翻译都差不多 所以信有天使的存在 他们是用光创造的妙体 为人也看不见 然后天使呢 是受真主的驱使的 执行真主的命令 所以他信他 基本上就是信他后面的一个人 然后呢 但伊斯兰教相信 真主在创造人类之前 早已经创造了天使 天使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存在 据《古兰经》记载 真主在创造人类 始祖阿丹之后 就是亚当 成令众天使为亚 阿丹叩头 然后众天使里面呢 大阿丹叩头 只有一个魔鬼 叫亦布列斯 你看这名字翻的 列斯 就不是好东西 亦布列斯呢 没有为亚丹叩头 因此降罪于他 所以他就准备了后世的活域 这是一个不服从的天使 或者叫Fallen Angel 在基督教里面 后来叫路西法 路西法就是一个不服从的 那有人说路西法 是上帝的儿子 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要常往右边看 别往左边看 那人都记得你的坏事 好 这是四大天使 哲姆勒伊 地位最高 就是Gabriel 这有不同的翻译 米卡伊莱 Michael 负责观他宇宙 阿兹拉伊莱 负责管内的性命 取命天仙 伊斯拉非来 这两个比较不是熟悉的 这个 然后这个里面又有其他的 虽然四大天使 应该是前面四个 好 那信经典 你要相信 阿拉夏将给一切的经典 为真实的 是属于真主的 是古兰经式经典 其中给阿丹的有十部 给施施的有十部 给施施的有十部 给谁的有多少部 这样 这是所有的经典 阿尼阿将业 使者 持者 持者 就是乌亚摩德 特别是最后的使者 人主阿丹 是密拉 安拉的密友 级别在天时之上 我们在前面讲 他是第七成天的 你们要住在那里 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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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诺亚 诺亚 那是安拉的预言者 送祖命 以造州 以防洪水 拯救人类 伊布拉辛 就是亚伯拉罕 建造 麦迦 麦迦 的克尔白 圣殿 就是天皇 穆萨 是摩西 就是陶拉特 尔萨 是耶稣 是安拉的灵器 就是乙之乐 然后 莫尔默德 是安拉的使者 所以使者有那么多位 从第一个到第六个 第六个就是最后一个 然后 伊斯兰教的信使者 是基本内容 就是信使者 你要信后世 死后会复活 信末日审判 这跟基督宗教 跟犹太教 是一样 所以这个传承 是一样 伊斯兰教 相信人都要经历 今世跟后世 以为终有一天世界 这个打错 一切都会死亡 跟毁灭 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 然后存在今世 这个错子真多 生活过的一切人 都会复生 接受安拉的 总清算 总裁判 行善者 今天堂做恶事 等着下火狱 这我们现在都知道 不信教也知道 任何人不能躲避 这个大审判 末日审判 天堂 它是有树木 有河流 有泉水 有美丽花园 居住在其中的人 使美味的鲜果 跟饮料 我就不懂 就是当中还要吃饭干什么 要吃饭 那吃不了 吃喝拉撒睡 就得有厕所 天国有厕所 你能相信吗 我一直不太相信 天国要有厕所 这不是不太搭吗 那万一厕所 没弄好 这不是很尴尬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不太知道 或者吃了不用拉 那是怎么状况 是黑洞吗 好 华丽的衣服 为什么一定要 华丽的衣服 像我这种人 就很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 难道我就进不了天堂吗 进天堂就得换制服 我不要穿那样 我穿这样才好 我觉得华丽与否 真的不太喜欢睡舒适的床榻 这还蛮重要 睡得比较好 漂亮的少男少女跟相伴 为什么要少男少女呢 机器人也行啊 机器人瓦砺都行啊 生活无忧无虑 互道安宁平安 享受真主赐予的各种恩赐 那什么世界呢 养好院吗 你就坐在那里啥就不开 每天微笑 你好 你好 吃了没 吃了 今天吃好吃了吗 胖了吧 不会胖 我们在天堂了 那怎么会胖呢 天堂会不会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 因为你要穿美美的 每人穿的美美的 穿美美的 干嘛呢 每个人穿那么美 那你要去哪买呢 尤尼窟咯 好 火玉是阿拉伯文的翻译 波斯语译为多灾海 受灾的地方 依古兰君描述 火玉充满烈火 然后下火玉者呢 要带人枷锁 身穿火玉 食饮 苦果跟滚水 受尽各种痛苦折磨 接受真主对自己的惩罚 这个火玉的观念 在火教里面也一样 所以你看到四川 四川有个地方 号称是地狱之门 叫丰都 丰都号称是地狱的入口 丰都就有这种庙 就是告诉你地狱是怎么样 吓死你去拜人 封都 好 潜定 潜定是阿拉伯文叫 Tabdil 信潜定是伊斯兰教 世间一切事物都按他预前安排好了 然后呢 伊斯兰教正统派认为 潜定论不否认人有自由意志 这是神学上一个大问题 如果一切都是上帝创造 那我们人还有自由意志吗 这都是决定论 叫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这是哲学界有人讨论这个问题 最早是神学讨论 那既然人被上帝创造 那人还有什么自主性的问题 好 人类可以用自己的理智 判断善恶 选择信仰 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言论行为负责 因为真主是要他如此 那如果我一切都真主安排 我负什么责啊 都他搞的啊 不是吗 就像你爸 你什么事情都是你爸妈安排的 到时候你大学毕业找不到事 你要怪谁呢 当然怪你们 那你们叫我念这个戏啊 那如果你是妈宝 这个事情就是很好的 前几天有一个四十几岁的妈宝 妈妈陪着去上班 还不希望同僚欺负她 那这个圣人崇拜还是穆罕默德 要效法穆罕默德是什么 当然这个崇拜不是把它变成树像 穆罕默德不能画 没有穆罕默德的画 所以你不能那样子崇拜他 还有穆罕默德的孙子叫侯赛因 这也是被圣人崇拜了一部分 另外圣人崇拜还有十个圣人 叫十大沙哈比 穆罕默德传入 穆罕默德教传 教传中 被允许到世界末日 直接进天堂 有十个圣人弟子 拿了这个通行论 阿布伯格、欧迈尔、奥斯亚阿里、托勒哈、祖白尔、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塞尔德、本、埃比瓦、塞尔德、本、宰德、阿布 就有点像你要进演唱会 你要走到后台 要看你有没有后台名字 你哪位 我是孙老师 你要见怪兽吗 是的 我是他老师 我大概就可以同行十大圣人弟子 圣事崇拜就是武功 这我们讲过 这功是基础跟注释 要念、礼、斋、克、朝 这五个 然后念呢 所以每天要念诵作证词 有一次我在盛学课上 有个同学 说他是伊斯兰教徒 我说好吧 你就另一段给我听 他就用阿拉伯人念了这一段 清真言 我作证万无非主 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主的始者 他用阿拉伯人念 礼、礼公 就要拜这个 这有不同的话 面向克尔白天房 诵经祈祷跪拜 那没有固定制度 只有求早晚送的 后来到了622年 穆罕默德离开麦家不久 这正式礼拜制度 一度朝向耶路撒冷 后来才把他朝向麦家的克白 礼呢 每天要五次 然后成礼、祥礼、铺礼、婚礼、销礼 那有某些人可以例外 他们有不同的名称 所以他们需要有礼拜的地方 然后台大现在给他们礼拜的地方 然后有祖麻日 每个礼拜五 所以礼拜五是 伊斯兰教的放假日 他们叫祖麻日 集体礼拜 然后节日会礼呢 是在开灾节 古尔邦节 开灾节就最近 病礼呢叫做 《哲纳哲》是为亡人举办的 台北的清真寺 他们也在那边处理尸体 也是看YouTube的介绍 那灾呢 就是吃灾 拉玛丹月 这有不同的翻译 那灾出 拉玛丹月 叫阿蘇拉日 定为灾节日 这是他们的不同的日期 好 那这个是灾宫 这边有解释 一切健康的成年的男女穆斯林 要严格的遵守灾界 患病的人 旅途的人 年老修路人 神志不正常的人 孕妇晚期妇女 行经产后的人 未成年人是例外 好像军人也是例外 我记得 还有这时候呢 要禁止饮食跟防止之外 他做到不伤人不窃取 不欺人不干坏事 不说恶语 狂言谎话 会语 毁谤谩骂 不听胡言乱语 不听背后议论 不看恶事 不看不关隐情 这是你在拉玛丹 为灾月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所以绝对不能看报纸 因为看完会气死你 对吧 灾工 不封灾的人要注重礼貌 然后就有盛行灾 自愿灾 像这样 所以不能当面饮食 吸烟 或说恶言恶语 灾 客 叫天客 这个天客 其实是规定纳税 依照他们的教法 必须商品现金纳40分之一 农产品纳20分之一到10分之一 序幕的矿产不同税率 天客每年缴一次 然后可以享受天客的人 就是穷人 极难的人 负债的人 没有路费的旅人 还有管理税收天客的人 潮 潮 就潮井 潮井 叫阿巴·辞 阿巴·辞 穆斯林 潮井 的快速天下 有一连串的活动 要绕人那个走 629年的时候 规定 每一位健康的穆斯林 经济心肌许可之下 一生致少 富卖加一次 现在穆斯林的人数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多 朝景的主要的时间都在教律12月9号到12日之间 称为大朝和正朝 还有小朝复朝跟巡礼 主要仪式呢 你去朝景之外 规定的地方受戒 扭转天坊 就要大家一起到圈子 驻米纳 还要进驻阿拉法特山 奔跑于萨巴麦尔外两山之间 涉事再生 所以他们的活动是有固定的 因为穆罕默德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 完成朝景呢 就可以有个称号叫哈尔西 给你一块布 围在脖子上 现在屈腹也弄了一块黄色的布 你去屈腹参加正式的那个 他也在你的脖子上套了一个像围巾一样 我就有一条 因为我第一次到大陆就去 他们就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朝呢 这些人都要去 然后 圣旅礼拜 有开灾节 孤尔邦节跟圣祭 大概开灾节现在是跟大家共享 所以节语上面广告 孤尔邦节跟圣祭大概还需要更多的人知道 开灾节就是这个 最大开灾或大什么节 大耳带节 教历九月为穆斯利灾于月 灾月中每日之破晓 至日落 只要有太阳出来都尽持房市 叫风灾 把灾或叫避灾 灾月最后一日寻看新月 见月的第二天教律 十月一日为开灾节 这是伊斯兰教教律 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讲 然后第三天十月一日开灾节 先是未见新月的话要讲 就是看月亮的情况 然后这个孤尔邦节是在这个教律 十二月十六的时候 然后呢 伊伯拉辛接受这个安拉的启示 本来要宰杀其子伊斯玛尼 要献给这个安拉考验他的忠诚 这个基督教故事里面也有 那圣祭呢 是三月的佛 伊斯兰教里三月十二日 是穆罕默德诞生纪年日 然后呢 三月十二日是穆罕默德试世纪年日 整个就是这两天 然后叫圣祭 祭跟这个祭合并 就叫半圣会 好 那纪年日呢 有这个阿苏拉节 灯消节 白台来节 盖德尔节 法蒂玛节 这你都可以上网查 这个词都有说明 灯消节 到天上去 白拉台业 盖德尔业 法蒂玛节 圣地崇拜 就是麦家 因为是穆罕默德出生地 然后这边有希拉山洞 是穆罕默德接受这个末世的地方 或者叫启示 圣祀位于城市中要禁止 狩猎 妾斗 抢劫 凶杀 一切邪恶的行为 还有非穆斯林禁止 所以是禁止 不是穆斯林禁止了 那个地方 好 那这个克尔白 叫立方体 是真主的房屋 或者叫天房 那有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是个陨石 但传说是大天石 哲骨勒的衣 从天上带着利布拉西 所以是一个礼物 好 然后吻玄石 是这个式子打错 曹金者圣香仿效的盛行 所以那个石头上应该很多口水 对吧 根据这个 希望不要有传染病 好 这就是史 然后有被毁灭过 然后有重建 然后麦迦天房盘有这个水泉 这个很有名的 叫圣圣泉 叫山泉 是易卜拉西之七哈哲尔 七次奔走于沙巴的迈尔沃两山之间 求主赐水 后来他的儿子伊斯玛依呢 瞪了十块 就涌出一股清泉 所以叫做圣泉 也是一个圣地崇拜 那麦迪纳原来只是城市的意思 原名叫亚瑞瑞 后来麦迪纳从麦迦迁到的该佛才法 亚瑞瑞瑞群叫麦迪纳 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恩赦 建立了先知的清真寺 两个哈里巴的墓都在这里 所以麦迪纳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另外耶路撒冷也是 也是的 原来是和平之城的意思 然后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圣地 所以也不是只有这个 只有 只有基督徒 他说伊斯兰教传说那一年 天使唤醒了沉醉的先知 穆罕默德要他乘上飞马 从麦迦夜行到耶路撒冷 在那里他踩在一块圣石上 就碰就上升七成天 亲自见到真主的一些迹象 为了烈圣阿丹奴海尼布拉辛 参观了天元跟火域 黎明的时候返回麦迦 耶路撒冷是麦迪纳 那是他们的第三圣地 所以那边有清真寺 也有这个犹太的教堂 也有基督教教堂 好那这里面有 阿克撒清真寺 撒赫来清真寺 跟飞马石墙 跟圣石等等 那阿克撒清真寺也叫远寺 这些都存在 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的寺 然后撒赫来清真寺 叫做远顶寺 在他北边 然后天房的黑石 是他们崇拜的对象 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的历史关系 就是刚刚讲过 一开始有说 封亚伯拉罕的子孙 然后这部分就这样 然后我们这些课就交到这里 我们交过的是五大圣者 我们是根据现在所公认的 他们的出生的时间来安排的 这张课是重视的是 他们的讲的人际关系 他们的做法跟他们的想法 对于他们宗教的部分 有的地方有讲 有的地方我就没有讲 那想略不一的地方 孔子我讲的最多最久 是因为我知道的比较多 那穆罕默德讲的比较少 是因为我看的书比较少 如果要再看应该还能增加 很多材料 所以这是这部课 没有要宣扬任何宗教的意思 我相信你已经听出来了 我就算有批评 有的时候只是为了一点点的效果 有的时候只是我觉得 从现在标准 特别在性别的部分 是大部分都没有提到的 我想这个部分 是应该比较特别的部分 就是讲到这些人和性别的观 这样 如果将来我还要再开一门课 我大概会接着这个 因为这个算是古代的故事 我希望能开一门当代文明比较的故事 就是从这些原始的到后来 我一直讲深厚 我讲最少的是说 那我们将来人类的未来是什么 如果这些文明 现在还是影响到我们生活 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去了解甚至去改变这个世界 让它变成一个更可爱的世界 或者让他们的理想 大家共同的理想更接近 在1990年代 就有一群哲学家跟神学家开会 因为念政治的人 或研究国际政治的人 发现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 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那宗教家则要希望能够避免文明的冲突 怎么样让全球的人能够和平地活在这个地球上 所以他们就开了好几次会 然后研究的主题叫做全球伦理 Global Ethics 那他们发现呢 其实全球伦理呢 如果你去好好研究 只有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就是叫人道原则 这个人可以是两化的人 也可以是人之旁的人 就是要把人当人看 这个说来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其实到现在在中东还是没有实现 这个非常尴尬的地方 这里面有很多的胜者是在中东的 可是中东到现在为止还是乱的根源 那这个把人当人看这一点 很多因为战乱 所以得讨到一乡 变成奈民 奈民有些国家热情接待 后来有些国家的另外一派人 觉得这些人来破坏了我们的生活制度 这你可以在欧洲看到 所以现在有些右派兴起就希望反移民 全世界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了 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要把人当人看这一点 现在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还是一个很高的奢求 还是没有做到的 那另外两个呢 另外一个其实分成两个子题 就是一个是积极面 一个消极面 就是积极面 就是几滴滴人 几大大人 我们世界要 全球要好 就必须大家一起好 现在叫共好 the common good 或者 可是在美国现在的领导人 就是说只有美国第一 其他国家他不管 他知道他第一就好 他觉得美国已经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那你好了别人不好 那你怎么好得起来呢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不可能你好别人不好 你看现在的中美贸易战员是这样 大家都受伤了 谁得利的 所以我假如大家能够新兵气流来看 特别是政治人物 有影响的一个政治人物来看 那么这个全球伦理现在还是很重要 极力的人极大大人 另外一个消极面 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在这几个原则之下 并没有一神论或多神论的问题 这不是人类的共识 人类共识只有前面几个 我们刚刚讲到这几点 所以我希望如果将来能开课 我就从这里来探讨 现代文明所碰到的困境 尤其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我们到底是个富裕的世界 还是一个贫穷的世界 为什么到这个时代 还有那么多贫穷的人 还有人的生活 好像上一个世纪 必须活在九九六 每天工作至少九小时 然后六天 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工作 越来越轻松 赚的钱为什么要越来越少 贫困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好像跟当初的理想 是越走越远的 这个在各个文明有没有办法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希望有机会 能够交这方面的课程 就是从这个圣德社会学 往现在方向来发展 所以大概就这样 然后这堂课 特别感谢各位 经常出席的同学 因为课程有录影 所以不管将来谁 你们或者将来看电视的 或看录影课程的人 都能从这堂课学到东西 因为这堂课 当然没有人教过 我之后我也怀疑会有人教 因为这堂课需要大量的知识的储备 还有大量的阅读 我准备了多少年才能开这堂课 然后你看几堂课就讲完了 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将来后继有人 因为未来你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只有活在这个岛里 不是只有活在这个中文的世界 或文化里面 你们将来势必要跟这个世界 做更多的联系 如果你们都没有准备好 那将来的社会 只会更乱 将来的文明之间 只会更多的误解 那这不是一个 我们期待的将来 所以这堂课看起来好像 不算什么 跟你当下没关系 但绝对跟你的未来 或人类的未来 我希望有点关系 有些同学是大一的 我就非常感谢大一的学生 因为你们还有三年可以把握 至少在大学里面 那也有些旁听的人 我也非常感谢 那这堂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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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